典雅的外牆,维多利亚式的防射外观 至今保存的相当完整 借用市政府证实 日本新任首相岸田文雄镇的 曾祖父岸田几太郎 过去曾经在现在的新二路和义二路 经营茶叶和服饰店 地点就是现在的洋城餐厅和自立书局 我的背后是过去在日治时期的岸田无福店 以及他们的吃茶铺 那这个岸田无福店跟这个吃茶铺 是在大概1895年左右 那是现在的这个可能新任的 我们的日本总裁 他的先祖 他的等于是阿祖 先祖父 还有这个先祖淑父 他们在这个地方开店经营 包括无福以及木材的这个营业的一个项目 那他的先祖也曾经在这个地方 大概居住了四到五年左右的一个时间 那所以我们最近因为 我们对于文化跟历史的一个保存 以及建物的一个再利用老屋的一个心力 所以现在那个建筑物都保存的相当良好 那而且现在的一个屋主呢 也致力文化跟建物的一个保存 那也把这个建筑物做了翻新 市长刘昌说 历史远远把台日两边做成了一个连结 金融市有这样的缘分和机缘 未来希望台日之间更加友好 而立委蔡世英说 希望未来台日两国能够在友好基础上 继续迈向更紧密的关系 日本的首相有很多任 我想这一任的日本首相 他的家族在台湾投资过 其实还蛮有缘分的一件事 明明就注定台日的羁绊 从1890年代就开始了 其实我想岸田文从他也没有想过说 他的曾祖父曾经在台湾投资过 那他也没有想到他有机会 担任日本的首相 那他也没有想到现在的氛围 台日结盟的态势以来形成 那这个东西 尤其在之前台日执政党的二加二会台 跟增幻的两边的一个关系 那这间非常地努力 就是这种建筑物所引发的一人份 市政府今年来自立于文化保存工作 市长刘昌说 会请文化局协助进行老屋再利用的计划 让珍贵的历史建筑保存下来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导